我試過賴子 我有一隻牌子,不想跟你說 那我就是man's sexual wear 因為男士性感妝粗 你的腦袋是什麼? 歡迎收看E大國仔 這次來到第二集的代溝問答題 我們這次的嘉賓是師傅 YEAH 威兒姐 這次是同溝,會不會呢? 很難說的 因為這個人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會認識一些大人的東西 我會認識一些什麼大人的東西拿出來說一下我 我最喜歡討論一些大人的 對,我還有一個方向 向香港的方向 我們這三個就是整齊地排列的順序 就是00後,90後和80後的 所以理論上我們的答案應該會有很大的分別 我現在才知道它是00後 是嗎? 其實我買在車邊的 是不錯 我也是買在車邊的90 好,第一條 唱K必唱的三首歌 準備了 1,2,3 我中英普國選了一首 是一個忘川、語愛和Complicator 嘩,我只會忘川 我會忘川的歌名 但這兩個我已經選了一些舊的歌 語愛是... 我不知道歌詞 什麼啊?你唱K的三首,你不知歌詞? 不是,我不是看著歌詞的嗎? Complicator是什麼來的? K Philippine 噢,你三首都... 我第一首就是勁歌金曲 這個是一定的 每次看到什麼,不知道多少分鐘就會收皮 那時候就會立刻點這首 那它會sharp cut你 不會啊,它會被你播放的 但是沒有一首歌是要勁歌金曲的嗎? 有啊,有啊 你怎麼說才會明白啊? 沒有一首 specific一首歌 也要勁歌金曲 古具機,不就是 specific那首 它是一首串銷歌 我覺得古具機會很不敏 要古具機 然後第二首是爆誇的 因為那時候基本上所有男生都一定會在唱K的時候 怎麼爆誇夢,要唱不唱到 然後第三首一定是笑你阿伯 每次都真的會點 糟了,我覺得為什麼你那些好像老公 不會吧 第一隻是電燈打 懂不懂? 懂 對 我不知道我喜歡唱的就是... 我覺得故事夠慘 康華絕對就是梅艷芳和張國榮 這個就知道 這個就很厲害 知道 我點的時候會有其他人會贊著唱 但是他們就不會點 對啦 jam歌姐 沒錯啦 接著最後就是拿水 好,拿來拿第二條 第一個喜歡的歌手 我很快就已經想到了 1,2,1 Purri姐先 我忘記了是誰先 應該是Avlafin或者jam 我不知道是誰先 Avlafin應該早一點 早過jam 但是我還沒認識她 我還沒認識英文 我真的認識她 對,我還沒認識她 我還沒認識她 我還沒認識她 OK,我是鄭伊健的 你不知道是Avlafin 不是,我認識 應該寫得對不對 我對的 我以為這位是電衣 對 這位是電衣 因為關於古惑仔是很... 不是嘛 而我中學的時候 竟然立志是做一個 好像陳浩南一樣贏的人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是誰 是不是XX 我不知道 盧冠廷 盧冠廷依然有出疊 但是就算當時以我的年紀來說 他應該也會再大一級 應該是70後的 人家會OK一點 但是因為他有一些演唱會的碟 甚至是劇契帶 不是我自己買的 是我家人買的 我會拿出來聽 或者拿出來錄 都是會主動拿來聽 和回聽的 可能是不一定的 好,之後下一條 兒時玩得最多的玩具 就是小時候最喜歡玩的玩具 你兒時的定義去到多少歲 11歲之後 我們就已經開始 每天都玩一個玩具 但是你兒時 你是說11歲之前 我不是中學前都可以 哦,中學前 我想知道每天都會玩一個 為什麼 我沒有公仔 我很想大家在留言下面 說一說 估計我跟他爭的數 就是摩測 真的要留言說 他是很... 我不是說 哈哈哈哈 他很慘 實在都被人誤會 他是認定 可能是目測三個人差不多 然後說出來 0、9、10和80後 是很驚喜的 好,準備 1、2、3 要教一下 他現在是什麼 NTS和Barbie都認識嗎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我想每一個男生小時候 第一次接觸Barbie 一定是揭開 看看裡面有什麼特別 你對 對不對 沒可能 沒有揭開過 但是我揭開過 導致我有以為人是這樣的 第二個 沒有驚訝 那你什麼時候才知道不是呢 嘿 哈哈 我是Game Boy 我也要玩Game Boy 唉 但我的Game Boy 就不是這樣的 我的Game Boy是摘疊式的 唉 糟了 因為摘疊式的 我懂得發光 這個是飛機大炮不考 什麼啊 你90校玩飛機大炮不考 這是我小學的時候用來軟褲的東西 我真的 我小學都有用過這個筆盒 那你們還會不會玩這些筆盒呢 其實我真的很認識 10後 一定要10後 10後 我還沒答完你擦什麼 那奇諾膠就是泥膠 每一次我拼不到我想拼的東西 根本是拼不到 然後就拼完那個扣式 打完一塊 最後就變成一個屎的綠色 放棄上筆盒 接著啤牌是什麼事呢 小學 那時候有些電視劇 說賭的 那時候真的拿出來 好像可觀一樣 接著就拿一隻啤牌 然後反 這樣捏 在那邊捏 對呀 小學已經懂了 好 接著下一條 讀書的時候做過最羞恥的一件事 來 3 2 1 1 1 我在一個錄去翡翠台的表演 上面 脫了一條裙子 我跳跳舞 那條裙子脫掉了 那時候只有一年班還是二年班 我脫了裙子 然後我就馬上拔起來 然後就馬上吊著帽子 進去台上 因為 他最後弄不回我的裙子 所以我又不能繼續表演 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拍過原來全家都知道 十幾個人 我跟他說 不要緊的 童童不要太開心 等著要睡覺 沒人記得的 然後我就馬上飛了房間 幸好你的親戚不是Facebook的安慰 那時候還沒有 幸好還沒有 如果不是 Facebook見 那我自己呢 我試過賴子 小三、四 我那時候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上了一課 突然很肚痛 我知道自己賴子 因為是肚痛 所以是 我忘記了哪隻腳 總之在西褲裡面 就流了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 那你跟著怎麼回家 就這樣 因為乾了 我有一個力氣 不想跟你說 喂喂 那時候是小學 小學 小學 我自己很尷尬 叫錯了Missy做媽媽 她不是在排隊 我跟她打招呼 不知道miss什麼 但我叫了一聲媽媽 然後她沒什麼事 但我自己就很大件事 應該是 小一 哦 小一算好了 因為我去到小六的時候 還會壞這些 玩此完全不關羞恥心事 只不過我記得有件事 很驚嚇 好 接著抽一條大的 試解釋以下三個零零後網絡潮語 第一就是FAMJ 第二就是MSW 第三就是這個 Sodias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 你說話我才知道 因為我讀得像 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覺得你說那個不是 一定是 沒有理由不是 不要理由 但是應該 1 2 3 你先 就是FAMOUS JJ 我也是2020年才認識 她是一些出名的人 所以我寫的EG 哇 她是一些出名的人 但 Sorry 不是很紅 但通常是Under 原來有條件Under 對 不一定的 但是你不會看到有EG的人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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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FAMOUS JJ 我兩三個之前聽過 正確就是FAMOUS JJ EG跟Pony正確 其實她是社交平台上少有名氣 但未到KOL程度的人 第二就是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因為我經常用 但是我會覺得 你沒有所謂也是三個字 MSW也是三個字 那為什麼要用三個字 因為不用轉輸入法 我不知道 我現在是語音輸入 不是的 因為我們很喜歡用英文溝通 那我就是Man's sexual wear 男士性感妝粗 以為是 不意思 你的腦妝是什麼 不意思 我在想怎樣可以配合到這三個字 因為是那些長蛇 不可能這條片之後 就轉了她的定義了 看似在童子圈裡面 就很容易 如果你們明天穿MSW的 有個FAMOUS JJ說 MSW是男士性感妝粗 那第二個MSW就是無所謂 那師傅和KOL程度是對的 好 第三條 不懂 因為剛才師傅讀完出來 我就想到SOUDIASAM SOUDIASAM 不答對嗎 第三條答案 我是SOUDIASAM 哈哈哈哈 這個字原來是 在一個英文的口試裡面 有考生不懂清潔工這個英文 Janitor 然後在情急之下 說了SOUDIASAM 但是這個字在19年1月22日 收錄了在牛津英園 嘩 我不是很大的髒口嗎 好 繼續繼續 漫畫男主角連線題 同學們可以看看 櫃桶裡面已經有一個 藍色的膠板 對了 這裏就會有動漫名稱 然後這裏就會有動漫名稱的男主角 應該 全部字 我都看得懂 合起來就不太明白 OK 1 2 3 嘩 其實你幾乎放棄作答 我都不捨 怎麼會啊 你有沒有那麼精神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答了什麼 我只是確認 黃映仁是對的 對 黃映仁是對的 其他都不一樣 蘇馬暴龍你也對的 蘇馬暴龍這個名字很像蘇馬暴龍 八神 還是原來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 你還對 但我有看的蘇馬暴龍 他從零開始二世間三個月的主角才是定真字 那不如我們先對答案 好啊來吧 第一題答案 優雅伯書是 蒲犯優座 第二題網球王子是 月前龍馬 第三題Eva就是定真字 第四題蘇馬暴龍就是 八神太一 第五個火影就是 船窩名人 第六個炎炎消防隊就是 心羅日下報 第七個rezero就是 蔡月娥 第八個五等份的新娘就是 上燦風太郎 最後一個咒術迴戰就是 虎將梅游 有我撞了三個全錯 我剛剛四個 我剛剛六題 哇 我有三分 厲害 咒術迴戰很新 是新的嗎 新的 它的名字很舊 新的 但是你說炎炎消防隊 從零開始的二世間生活 還有五等份新娘 我是沒有看過 我只是看過VC 不是 但是HIT不HIT VC會HIT 從零世界 我覺得我是知道是很出名 但是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輪到 那我先去看看 好了 那這個最後一條 Koey姐應該會最難回答 請順序排出以下的兒童節目 不知小人類 430穿梭機 放學ICU 跳飛機 和閃電傳震機 要順排 Koey姐好像是一隻都認不到 不是 我會放學ICU 現在已經不是放學ICU 你還知道還有之後的嗎 撿了很久就放學ICU 真的適合你 你是年紀大了 來吧 1 2 3 是不是錯了 其實我不知道 不是 你不是錯了 你只是吊亂了一個 因為我只會放學ICU 所以我這個答案是由那個名字來的 因為跳飛機是最高的 所以它放在底下 然後應該有全真機 然後就有轉鎖機 Nessence Internet 好像是很新的 所以它放在底下 很有Sense 不過你的Sense錯了 真的嗎 穿梭機之後才有Fax 蛤 這個世界真的有穿梭機嗎 那當然有穿梭機 那你不知道要怎樣上太空 那些穿梭機 我以為穿梭機是 時光門 不是 不是時空門 我就是 第一就是430 之後跳飛機 然後閃電全新機 第四就是 最新的就是放學ICU 那我認為是先跳飛機 然後是430 然後是閃電全新機 剪小人類 還有放學ICU 結果師傅是適合的 不是,我都說適合 EG又調轉頭 我經常都以為430是先跳飛機 跳飛機就是1976年開始的移動節目 去到1982年 穿梭機就是1982至1989 EG看的應該是閃電全新機 就是1989至1999年 戰小人類就是2000年開始 去到2004年 去放學ICU就是05至15年 而周星馳是在430穿梭機出來的 這個我知道 朱欣是在閃電全新機出來的 兩次位不是有沒有份 兩次位有沒有報告 這個反應我忘記了 以前的兒童節目專出大明星 以前他們是FAMJ的 FAMJ是嗎? 你很難保譚若瑩 還有很出美的可能性 你怎麼這麼小呢? 譚若瑩很有錢 還有譚若瑩是出名的 她應該正正 我說她要賺錢 冷靜一點 不如寫上自己覺得好J的女明星吧 那時候嗎? 不是啊 你是不是會寫太陽的 不是啊 今集的代金問答題就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的答案如何 好像上一段影片一樣 就留在留言告訴我 就OK的了 今集好多謝師傅上來陪我拍這段影片 你不擔心 我也是一句而已 好 記得訂閱我們這麼多人的頻道 說到這裡我開始擔心 認識我嗎? 我不會這麼認識的 你明白嗎? 我擔心是簡直不認識我 所以我需要介紹 大家好 我需要介紹 我有Facebook 還有IG 也有Patreon 也有Youtube 不過就是這樣 師傅的玩事經歷 如果剛才太長出不了的話 我會放在會員片中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